伯公兄 丈夫喝酒喝到 可以去搂抱自己妻子的闺蜜 丈夫喝酒可以喝到回家 脸上有其他女人的口红 当然你理由很充分 为了应酬 为了业务 我是要为这个家赚钱的 我又在想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他即便赚再多的钱 你的妻子 他也有一份事业 也有自己在外面的工作 那就叫势均力敌 你很好 我也不差 但遗憾的是 现在做妻子的 没有这样的底气 也没有这样的基础 他只能埋怨 责怪 但最后无可奈何 这就是做妻子的悲哀 这又回到了赵传老师质问 你为家做了什么 这又表明一个家庭 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你力不从心的 哪怕你有力 那一方力不到 这个家也是倾斜的 不完美的 家是一定要共同经营的 但是我想提醒你老弟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这个家再不继续 共同经营 迟早一天 他会双心 然后寒心 再绝望 这个家会支离破碎 会殃及你的孩子 明白吗 谢谢波红兄 沙大老师 你们两个人说到两个 现在夫妻之间 非常非常 频率出现高的两个词 分房睡 丧偶式婚姻 我们先来说丧偶式婚姻 出现丧偶式婚姻 基本 最后的结局 就是一直会持续下去 持续到老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 一个躲 一个吵 一个不接招 一个要不然砸房间 你的底线 就是说说而已 没有任何的实质行动 所以你今天提出 丧偶式婚姻 十年之后 仍然是这个情况 你信吗 第二个问题 分房睡 尤其是就是 刚刚有了孩子之后 很多妻子会主动提出说 咱们分开睡吧 对 为了不影响你第二天的工作 心疼丈夫 让丈夫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 还有一种 就是说怕吵到孩子 大多数有了孩子之后的 两年之内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分房睡 分开的是 同床共枕的这个形式 分开的不是 相濡以沫的心 而且分房睡 如果有了这个情况之后 夫妻要做一个打算 就是什么时候 结束这样的情况 不是以后的模式 就一直持续下去了 你不往回拽他 不往回叫他 他是永远不愿意 回到身边的 因为分开之后 他晚上跟谁发信息 你知道吗 关起门来 跟谁打电话 跟谁填言蜜语 你知道吗 所以要有一种能力 就是经营好婚姻的能力 经营好婚姻 要想办法 想方法 当这个爱情的新鲜感 消失之后 就剩责任和担当了 男人最不会珍惜的 就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人 轻易得到手的女人 然后就是对他 无底线 无要求 特别好的人 他当然不会珍惜你了 你离个连口红印 都不在乎的女人 所以要么 你改变这样的情况 要么你就忍下去 不再抱怨 接受和面对 现在这样的现实 好吧 谢谢